我叫尹伟林 是云翼投资的创始人兼总裁 我们的公司是2014年成立的 到现在为止的话 我们已经在国内国外 投资了近10个项目 管理的规模也超过10个亿 这一次的话也是我们云翼投资 作为整个这一次投资的牵头人 和整个的项目的协调人 其实的话在体育行业里面 我们在做选择的过程之中 我们应该是看了很多的标的 投资标的锁定在西伯朗 我觉得最吸引我们的是什么 是西伯朗它是一支 1878年就成立的一支球队 从我们去参观它的球场 它的球队历史博物馆 到和球队的管理人员的沟通过程之中 我们发现这是一支有历史 有沉淀并且有传承的球队 而从商业角度上来说的话 我们看到这支球队 是我们看了这么多球队里面 唯一的一个 球队居然是没有一分钱 抵押贷款的球队 也就是它的财务非常稳健 我们和赖先生的一个沟通 可以说我们深深地 被他的人格魅力所折服 他是一个对于足球 不仅仅是理解 并且他是非常有情怀 非常愿意去把自己的人生 或者把自己的这种兴趣爱好 去投入到这样足球事业里面的 这样一个人 我们可以看到赖生他本身是一个球迷 本身是一个优秀的足球运动员 本身在他自己的企业内部 他组建了他们的足球文化 组建了他们足球队 以及建立了这样的一个足球文化 使得整个的他们的公司里面 对于足球对于运动都是热爱的 所以说我觉得赖先生对于我们来看 唯一一个我们认为 他一定能够把西布朗姆带好的球队 带好的这样一个人 他也是唯一的一个可以用他的热爱足球这个心 来经营这个球队的人 这将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收购一次英超球队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优秀的球队 这个有历史传承的球队交到一个靠谱的人手上 另外一个选择西布朗的很主要的原因呢 是西布朗自己的足球培训学校 是全英国最顶尖的足球培训学校 我相信这个足球培训学校 不仅仅可以传承西布朗他自身的足球传统 我想在未来 他也很有可能性能够影响 整个中国的足球培训体系